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吴亦凡本身的说唱实力表示质疑 之前有人给吴亦凡取名叫嘻哈界的王语言 意思就是道理都懂 自己做就不行 甚至还有人物杂志主比 莫敢在微博嘲讽吴亦凡装X 之后就发生了虎扑直男大战吴亦凡的事件 双方都投入众多人力火拼 甚至吴亦凡本人也下场的虎扑直男 到目前为止 虎扑和吴亦凡本次之间的矛盾还没有结束 就算吴亦凡工作室发了声明 虎扑直男还是照样的是吴亦凡 前天晚上 中国好歌声第三季季军由富阳发新歌 皇帝的新衣SKRDIS吴亦凡 该歌词强烈表达了对吴亦凡的不满和不信 直言只有流量没有实力 说吴亦凡连王家的都不如 此生音乐人赵钦也出来公然DIS吴亦凡的能力差 他表示觉得能力差没关系 但说自己热爱和FOP却一点都不如已就是对这个文化最大的不尊重 7月28日 吴亦凡又上热搜了 这次是足球圈名人开始DIS他 前活奖 现身花球员毛建青在微博连续发3文DIS吴亦凡 直接拍红吴亦凡的说唱水平 以及吴亦凡的粉丝 对于吴亦凡粉丝 毛建青更是直接怒对 吴亦凡演员有底线吗 当你盲目崇拜的时候 记住什么是态度 毛建青是祖堂名将 18岁成名于2004年吴云碑 当年国庆队凭借毛建青的剑球 击败巴西队获得吴云碑季军 18岁的毛建青一球成名 随后也开始提升中潮 开启自己的职业足球道路 毛建青DIS吴亦凡是因为他喜欢嘻哈 他还曾发表过单曲In the City 并且在山花新年音乐会上线唱Rap 你对于毛建青DIS吴亦凡 这件事怎么看待呢 本文为启恶号作者原创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欢迎点击订阅 关注本启恶号 转发此文章 免则真宁 文中图片引用之反落 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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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